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的一个利多呢 去做一个支撑 因为大家疑虑说 那如果说川普被弹劳的话 那明年呢 这个企业税呢 要这样的话就很难实施 所以这个是市场 现在所反映的 这样一个突发性的一个利控 那当然在整个台股 那我们找盘 我们在粉丝团里面呢 我们也告诉投资朋友 在整体的一个大盘呢 站稳万点 那当然因为今天的利控 拉回来 撤9899 那我现在今天 来挥撤9899 之后呢 各位现在是拉下影线 就代表说这个地方 还是有人在做防守 所以短期的支撑没有跌破 那大阪的结构 它还是多头 那以外资 那当然在美股 重挫之下 那外资可能 它为了要避险 也会是调解 但是你只要去避开一些 比较前值重的 最近呢 涨了比较多的 就像最近的台积电 那 传产呢 当然是 在龙头股里面 应该今天呢 有机会来撑盘的话 那这个大盘 这个地方 它就有机会 然后呢 再收稳9899 那金融股转强 这个地方你要去如何观察 包括像中信云 包括像赵峰金 台信金 是这一波 领先了金融股 指数创新高的个股 所以这个各位呢 要去注意 当然在目前的一个操作上 我还是坚持 拉回来呢 个股呢 找买点 那 外资持股比较多的 我也希望投资朋友 你先减码 转到第二季 有成长 营收呢 能够支撑的 这样的一个族群跟个股 这里不是说因为 这样的一个利空 那大家呢 要去恐慌 我讲过多头市场 拉回来看支撑 你不要去 设压力 多头市场反映的是利多 不反映利空 如果说这个架构成利的话 那投资朋友呢 不要说这个地方呢 太过于恐慌 哪些股票拉回来要买 哪些股票呢 反弹 你要先卖出的 我现在今年年初 我就跟各位讲说第二季 万点不是梦 但是第二季的操作 跟第一季不一样 第一季呢 它炒题材 所以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炒题材的股票 它股票涨上去速度很快 但是如果呢 投资朋友在做梦行情结束 那当然跌下来 也会很快 那第二季 就要注重在个股的 基本的架构 所以我一直跟你各位讲说 物把冯金丹马良 就是这个道理 那一些呢 之前呢 各位比较强势 有基本面支撑的个股 像利青 我先给各位 冯金我们在低胆买 高档带你卖 那最近我也跟各位讲说 这个地方拉回 它持续在做换手 那这种股票 如果呢 这个地方 如果说在盘底成功 以后呢 有机会呢 可能还会再来挑战一个高点 这个都是投资朋友 你要去注意的 那光水股呢 今天呢 你看到 这强势股拉回来 抗掉 那昨天的这根红棒 领先上去 所以领域光呢 今天呢 各位 大盘呢 它开低 它是跳空往上 如果这档股票呢 它收高的话 那我先给各位 那像先进光 那这一波呢 拉回可能比较深 但是 以这个架构的支撑 它已经回到呢 这个 这个呢 支撑点的时候 它会不会呢 在这个地方呢 然后收脚再往上攻 这个是各位呢 你要去观察 因为在整体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这种强势股 我跟各位讲说不会一日反转 不会一日反转 如果你手上有 你也等反弹 再来慢 你不要出这个地方呢 去杀低 如果你杀低之后呢 同学朋友 以后再涨上去 我先 你心想 真的 同学朋友 会很辛苦的 因为 你说 我们之前在低档买 你不买 你看 那高顶 很多 很多专家 告诉你 要买 这种股票 那结果各位 震荡之后 破底 但是呢 我们在高档卖掉之后呢 来 同学朋友 我们在 这一天 跌停板 我们短拖 操作 那当然在整体 因为利空拉回来 但是我认为说 如果连一光 再往上拉的话 那 先进光也有机会呢 然后再尾盘呢 做一个拉抬的动作 所以 在操作上呢 各位呢 真的你要去思考 在任何一个盘式当中 你要如何的操作 你才能够趋即避凶 股票呢 很简单的 你要在低档买 你不要呢 来到高档去什么 高档去追高 我相信在整体的一个操作 我也希望说 有一些好的股票 各位呢 要好好的 然后呢 来 来什么 来锁定 来各位 像 茂达 我相信 他是大宗的母公司 之前 大宗呢 我们操作之后 那茂达呢 他在做什么 做调整 那现在开始 是要在底部呢 重新打底 所以在这种五六页呢 有董监改选的这种题材的个股呢 各位要特别注意 因为 这种股票 如果再拉上去的话 你可能呢 又来不及 所以我说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 那现在哪一些股票 是要拉回来买 哪一些呢 同学们 你要趁反弹呢 你要赶快卖 这是呢 你一定要 赶快的去 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 像 我们前天呢 跟各位讲的 来各位 那这种都是什么 属于高档震荡 高档震荡 所以呢 前天呢 纳入了 NCI呢 中小型股 来各位 虽然拉回来 但是各位都还是在一个支撑点 像这种股票 拉回来 是要让你买 不是要杀低 所以 红讯呢 我不喜欢事后论 我事先讲 但是我锁定的股票 我们不管说大盘 利空 或是利多 只要他的趋势没有改变 红讯呢 我们坚持 这个呢 爆好股票 所以呢 接下来 9899 是否能够守稳 那尾盘呢 要注意的是在金融股 包括一些传产的龙头股 他如果转强的话 那刚好可以抵消什么 抵消呢 这一次呢 电子龙头股 他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样的一个 大盘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 那 以整体的一个 短线上 电子股先休息 让金融传产 出来撑人气 那这个大盘呢 就会属于比较良性 那如果今天大盘呢 9899 手稳 拉下引线 如果今天尾盘 再站上万点的话 那代表这个大盘 他还要再创高 所以这一点呢 投资朋友 你们要特别的去做一个注意 那一些好的股票 那会来怎么买 那接下来520之后 整个大盘的一个变盘点 你要如何的去掌握 因为大盘的结构 520之后呢 会做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在礼拜六 520当天早上 我们办一场讲座 我们希望投资朋友 赶快的好好来做一个参与的动作 我们明天同一天再会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